我到了五台山 见到那位道人 我跟你们说的高人 我说佛家有很多说法 道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位高人 就是看着我说 走 咱到外面走一走 就到了他前面修行 那个悬崖峭壁之上 哇塞 几百年的那个迎客松 在那长着 他站在那里 他说你看这个风刮得舒不舒服 我真舒服 但是很恐惧 他说你往前走是什么结果 我往前走第二个粉身碎 他说你敢不敢往前走 我说我不敢往前走 我说你敢不敢往前走 他说我也不敢往前走 他说现在咱俩来到哪里 我说咱俩来到了你这个 站在你的悬崖峭壁之上 他说你看我已经没有 我已经没有了去路了 我站在了悬崖上 我说我只有往后退 咱们再回去 他说你知道我一生想干什么事 我就想跨过这个悬崖 怎么到到对面的山上 他说你知道灵魂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吗 就是让我们的灵魂称另外一个维度 能到达另外一个维度 就像你我站在了悬崖峭壁之上 怎么跨过这个悬崖而不是摔下去 走到对面的山顶上去 他说人类这个地球是在星河际中 照物主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找到从这个悬崖峭壁不摔下去 到达彼岸到达山顶的那条路 他说佛道师之十一家 道家用的是现实 佛家讲的是未来 他说无非讲的一个就是要度过自己 我认为佛是最重要的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案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有没有灵魂 我们应该去向哪里 你们都很小 你们没有看过被枪毙人的感觉 你没有看过火葬城的感觉 当你看过以后 人的所有肉体实在是太脆过了 我们的肉体就是那一缕的风 吹过来了 让你存在 你站在悬崖峭壁上 他给了你一个选择 你回去还是你走过去 你走不过去是因为你有肉身 拖着你的你过不去 但是你想一想 你站到对面山顶的感觉 你没有肉身的拖累 你就会到达彼岸 什么 风能到达彼岸 那个风就是在彼岸来的 我们人类的灵魂就像风一样 去掉身上的这种糟火和累赘 放下了生死的恐惧 你就会变成了疯 灵魂到这个世界来 就是要把你所有的灵魂所带来的那种 累赘和恐惧 这就是我后来在清风看守所 我突然间就开支楼 我觉得 我觉得我在清风看守所 就是我渡过了悬崖 否则我就会留在 中国大陆的所有人看到那样 医生玩麻将 吃肉 吃出癌症 到医院 有可能有人管 一会儿没人管 或出车祸 或者堵死别人 然后自己死 你永远不会成功 你的灵魂会再回到 就是 道人带我走到 刚才我们来的地方 就是人家躲避的房屋里边 你不会再往前躲 你不会享受到清风的温柔 自然风的那种魅力 站在悬崖峭壁上 在林克松下面风吹过来的感觉 永远别忘了 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 当初我跟道人站在那个屋子里边 看似豪华 看似舒适 遮风当雨 实质上 我们是一个非常弱的 受了很多病毒的 这样的灵魂 这就是说 今天我隔着视频 你看 他通过声音 完全科学的方式 达到了一个解释灵魂 你看 咱那么远 全球各地 咱就在看着对方说话 是不是 出手可及的感觉 你去想想 这不就是突破了 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类 在物质的社会 这个物和质 对我们的家属吗 突破了 我们通过了 这个光纤 通过信号 通过电视 我们已经可以对话交流了 这是多么的伟大 那灵魂 告诉我现在我们之间 这是过去之叫神话 我们就要把自己的灵魂 解脱 成熟 完美 像区块链那一样 能达到一个 完全的 它本有的功能 不可改变 而且是链接 最好的分子的 其中一个链 这就是我们 新中国联邦的魅力 所以 灵魂一定存在的 灵魂来自于地球之外 而且是我们 照顾主的主要安排 我们是有原罪 或者说我们 是有原因的 到这来是深化的 是让超度我们自己 而且会更加的美好 到达彼岸 这就是我想回答的答案 这就是想回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